第三頁的地方,OK你就會看到 那基本上呢 這個public可以不打沒關係,你就打個sub清楚 OK,然後for i等於第三列 到第40的話當然 除了我們可以自己去看之外,另外一個寫法是向下追蹤 因為如果說將來你這個資料可能會增加或減少,比如說像 像這個柱磚 它Ctrl向下 它移到這邊是第40列 但是問題你領主啊,像這邊底下還有別的工作表 它就不止40,它可能到101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如果你假如說是用剛剛的那個40列的話 那當然它就會怎麼樣 它就變成說 就會出錯了,可能它只會跑到第40列就停下來 但問題底下還有別的資料怎麼辦,那就不會跑 那不會跑那就麻煩了 OK,所以要怎麼樣 讓它可以自動向下追蹤 那最大的關鍵就是請你把這個40 可以把它改一下 另外還有這個字如果太小的話,記得 可以在這邊把字放大 放大的位置在工具裡面有一個叫選項的功能 工具選項 應該還記得吧 撰寫風格,把這個字 稍微改成大概 14或12吧 給我改12就差不多了 至少字大一點,看起來比較 不會那麼的痛苦 看起來太小了,可能要貼到螢幕上面看得清楚 好 那 再來就把這個改一下,改的方法就是 向下追蹤的寫法 那向下怎麼追蹤 基本上我們會 通常會以這個當追蹤 追蹤的話就是這個儲存格叫A3 A3向下追蹤的話就是 Ctrl向下 這樣的動作 Ctrl向下 如果你要把它寫成對應的程式 那基本上 就是 可以把40先刪掉 那麼 游標放在那個什麼呢 那個儲存格叫Range 然後A3的話呢 你就打一個雙引號A3 後雙引號後刮鬍 用這個來表示什麼 我現在是指到了這個A3儲存格的物件 把它當一個物件 然後呢我希望讓它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呢就是 你再點一下 點的話呢 哪個方向呢 你打個E END的E 這邊打個E的話 它有END END的話就是說 我如果要END 向下的鏡頭 END就是鏡頭 那你就打個END 那哪個方向 它可能可以向左上 向上左右 你就刮鬍一下 它如果有很多個選項的話 那你會發現 END看你要向上向下 有沒有 它這邊會出現 XL DOWN的話就向下 意思是說我從這邊向下 當然同理可證 這個Labs就向左 向右 向上 都可以 一般用的 向下比較多 所以你就刮鬍它會 跳出來讓你選 XL DOWN後刮鬍一下 那這個敘述是說 我游標放在A3 按下 Ctrl向下 可是Ctrl向下 它只會移動 移動完之後 其實我們要的是那個資料 所以那個資料的話 應該是告訴了哪一列 所以哪一列的話 點 把資料拿回來 所以後面點的動作是說 把那個資料拿回來 那個資料叫哪一列 所以你會發現 哪一列的資料 有沒有 哪一列的資料 它就是用這個方法去數 你會發現點Row有沒有 它旁邊會出現什麼 點Row Row的話是列 然後你會發現 這個手拿著一個文件 其實就是資料 意思是把那個列的資料 幫我帶回來的意思 OK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 所以 前面就是 游標放在A3 然後Ctrl向下之後 幫我把那個資料拿回來 所以 它其實就是一連串的敘述 有游標放這邊 幫我Ctrl向下之後 然後跑到40 請你把那個40這個數字 幫我把它放到這邊來 所以將來這邊就40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 以後如果 這個資料增加或減少 它也會去變動 所以這種寫法比較彈性 不然的話如果你寫固定以後的話 40就40 如果多一個人 少一個人 那不行 OK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稍微 應該有印象嗎 這個我記得我講過 OK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第二階段 就是 可以把那個 範圍做成 就是 把固定變成 就是 它會自動 追蹤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寫什麼 寫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 如果要讓它再產生 這七個欄位 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這地板該怎麼辦 那當然 很簡單的一個辦法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範圍的 公式 複製一下 移到後面貼上就可以了 貼上的話呢 你只要改這個 Sub名稱不能一模一 不能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做 我看一下 雲端上面這邊 叫烤坪好了 有沒有 所以你就把這個名稱改成叫烤坪 好這樣子 但問題你現在執行它會跟上面一樣是清楚 所以我們就需要把那個公式放到這個 雙引號裡面 那怎麼放 首先的話呢 因為我這個住磚瓜糊二這個已經刪掉了 裡面沒有 所以我為什麼要保留舊的 因為 原來的這個上面才有 那其實我可以把 上面這個公式怎麼樣 怎麼樣 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完記得按取消 如果你複製完之後 沒有取消你切到VBA這邊 你會發現點不下 為什麼因為油標還在這裡面 所以記得取消掉 然後再切到這個VBA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OK 不過你現在如果貼上的話 現在執行看看 如果切到這個住磚 你會發現 如果把這個公式 其實我只有貼一個我們執行給各位看 你會發現 他這邊一直有東西出現了 對為什麼 因為我只有在B欄的地方 輸入一些資料 輸入的意思是說 他從第3列一直到第40列 全部都放一樣的公式 其實他就是 幫你把它輸入 可是問題來了 輸入之後的話有個問題 這個是 108 總行 OK審查部 可是下面這個的話 他也是 一樣的 每個都一樣 問題出在哪裡 理論上應該是 下一個應該變什麼 其實你會發現 下一個應該要抓什麼 抓的是 這個什麼呢 應該這個儲存格 的資料過來才對 可是你會發現他上面的公式 其實其他都對 只有一個地方 不對 就是這邊要 把A3改成 A4 把A3改A4 然後打個勾看一下 這個就對了 下面這個的話 A3 要把它改A5 才會是對 可是問題來了 怎麼樣可以讓他 3 4 5 6 7 一直往下 更動 那當然 你需要把這個裡面的程式稍微變動一下 變動哪裡呢 其實關鍵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是把這個3 把它改成什麼 其實 改動的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 它跟什麼 是一樣的呢 其實 你會發現這個數字 剛好跟這個i的值 是 一樣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 只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 把這個A3 這個3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放到這裡面來 但是你想說 如果我是不是直接把這個 3改成i呢 當然 跟各位講 你如果把它改這樣 直接執行會怎麼樣 全部錯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叫ai這個東西 有沒有 那為什麼他不會work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現在是一個文字串 那一串的如果你把i放進來 它變成一個i的文字 它就不會是i的變數了 應該有印象吧 所以我們前面有講過 其實你甚至如果說你不能理解的話 你可以背個公式 還記得吧 1 選取3 2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m的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這個意思 把這個i的變數 串在 一個文字串裡面的意思 它這樣子的話 它這個i 才能夠被執行 OK 然後呢 但是VBA裡面有個規則 and跟and的前後 一定要控格 在這邊請你把and的前面控格 後面控格 and的前面控格 and後面再控格 這個控格 有點像那個英文跟英文字 英文字 字跟字的 中間一定要有個空 空白 這個 概念是一樣的 他有點 其實寫程式 因為是 這個 這個美國人 他們設計出來的 所以呢 他們的邏輯也是用美式的 寫法 所以中間會有空白 你也可以理解 所以你寫程式 今天還是用英語去思考 你不要用中文來思考 如果你用中文來思考 你會覺得 好難理解 但你用英文來理解 你會發現 好像 蠻 其實 蠻能夠理解的 OK 那未來當然有沒有可能用中文來寫程式 其實倒也是有可能 可是我想應該是非常非常久遠之後 主要是因為 畢竟這個東西 發明並不是在 就是華語系的 這個 文化發展出來的 可能是歐洲 或美國那邊發展 所以基本上 大部分還是習慣用英語 所以你慢慢習慣這個 這一點我想應該 慢慢也可以接受的 因為你也沒辦法不接受 因為 外面的主流文化 你還是非得要去習慣它 好 那寫完之後的話呢 這樣就OK了 OK之後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這邊它就work了 你會發現 這個改完之後呢 剛剛的這個 所以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這個可能要把它記下來 然後呢 這邊呢你會發現 A3就變成這個OK 那下面這個就變A4 這邊變A5 依此類推 那同理可證呢 如果這個寫完之後呢 其他的這一些 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完成 OK那怎麼做 一樣的道理 我們做完之後 那一樣這邊不是也有這個 那我們一樣 1 把這個複製一下 2取消 所以你 如果你怕做錯了 乾脆你 你就 把那個SOP寫下來嘛 12345 每個動作就12345 12345 保證不會錯 或者你自己做個比較啦 機械化動作 不會寫錯啦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為什麼會寫 陳詩寫錯 因為 太有自己的想法了 特別是喔 你寫陳詩千萬盡量不要 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因為你只要寫錯一個地方 你這個陳詩就出錯了 就run不出來 雖然陳詩沒幾行 也沒幾個字 但是只要錯一個字 都不行 OK這個可能要特別的 1要不要放這邊把它選起來 複製一下 2取消 記得要取消 3切到Visobank 4的話把它貼上 有沒有 貼上之後你可以先讓它執行 我切到這個 這個空白這邊 然後把它執行的話上面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它又一樣的問題 全部都是這個 你可以先切一下 它問題出在哪裡 一樣是這個3 有沒有 所以其實 比較聰明的辦法 你就是 直接把這個3 雙號兩個移到中間 然後end 移到中間 然後加一個i 可是你會發現 上面這邊不是有一個 一樣的東西 所以 Ctrl C 但問題 雖然 很簡單 但是還是很多人做錯 有沒有 因為你也許複製 少一個多一個都不行 不然如果你怕錯 請你自己再練習一下 選取 選取這個3 雙號兩個 移到中間 end兩個 移到中間 先加個i 然後再把它end分開來 這樣ok了 有沒有 我建議啦 你就熟練它 因為你要 能夠通過這個考試 我們其中應該 可能要 也許再來一個 其中測驗的話 也可能會考你這些 要上機 我發現有些人 當然寫報告ok 但問題 叫他寫程式 就不知道他ok了 沒有openbook 可能要上機 直接 好 再來其他也是一樣 所以 這個ok了 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這個執行 那第幾列呢 這一列ok了 那其他的話都是無法泡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請你把這個清除的 做完之後複製貼過來 二的話呢 後面這個部分的公式 是直接拿這邊的公式 直接貼過來 貼過來 改一個地方改哪個地方 改這邊本來是3 3改成這樣子 OK 底下的後面都 照著同樣的方式 分別把它完成 那你這個清除跟烤瓶 也就大功告 然後最後在旁邊做兩個按鈕 就完成了我們要的 這個VBA輸出的 OK 沒問題吧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